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校园里面就相当可怕 他接触会更多人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 一旦Delta进来 那如果是像年轻人的族群 年轻人的那个环境 就整个都要测 那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由于Delta无症状期拉长 感染快六天才会出现症状 以五月广东的经验来看 Delta变异株的RT值 花了两周才少于一 也就是需要两个礼拜 疫情才能够反转 针对这次Delta变异株入侵 指挥中心破天荒 发布110万则细胞减税 但为何匡列时间 是在8月13号 指挥中心解释 是一最早发现的即时个案 确诊日期往前推14天 才得到8月13这个时间点 要扩大警示 严防Delta再度蔓延 三首护将陈佑荣 他有报导 询了 误会访者 则终于是